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军政委第二年 就与张仁初率部赴朝鲜抗美援仇 结果第一仗就没赶到目的地 挨了兵团司令宋十轮的黑 第二战 26军打的是防御战 负责抗击美军 在38天里 美军被26军牢牢牵着鼻子走 用战士们的原话说是 我们叫他前进多少 他们就前进多少 我们不让他前进 他们一步也前进不了 这样的战斗力 可见26军是如此的不劳 在26军 有人说 张仁初和李耀文 一个老红军 一个老八路 资历上有不少的差距 但两人融洽关系 大家看在眼中 称赞不已 而在这其中 张仁初对李耀文政委的工作 是那样的尊重 支持 可见李耀文这个政委的本事有多大 在三反运动中 军长张仁初抽烟 挨了批评 和战士顶起了牛 结果 李耀文一开口 问题就化解了 26军战地上的三反运动 随后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张仁初与李耀文 26军 是一直是解放军的一支王牌军 军长张仁初很牛 而李耀文这位政委也不简单 1953年9月 26军凯旋回国 全军举行第一次党代会 在选举党委书记时 李耀文提议由老红军出身的军长当 张仁初说 没有政委时 军长可以监 现在有了政委 应该是政委当书记 尽管李耀文一再退让 还是被大家选为了党委书记 有人说 26军形成了老八路领导老红军的新局面 1954年7月 李耀文调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 4年 山东军区改编为济南军区 李耀文任军区政治部主任 同年9月 备受与少将军衔 在济南军区 政委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说同间 事实上 由老红军出身的司令员杨德志和李耀文 为搭档一起当家 杨德志上将 参加革命时 李耀文才9岁 比李耀文大7岁 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 工作呱呱叫 1958年 两人第一个响应毛 主席的号召 下到连队去当兵 两人当兵一个月 四次重逢枪实弹射击 军弹无需发 次次优秀 李耀文传写的当兵日记 还想了解放军报连载 两年后 毛泽东在广州一次会议上见到李耀文 问道 你们下连当兵情况怎样 李耀文说 一个月当兵生活 与士兵同施 同住 同劳动 同操作 同余的 打掉了武器官器 木器 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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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器 消除了官兵之间的隔阂 密切了官兵关系 保持了普通一兵的本色